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這裡的話 它有八個三角形 要你指出哪兩個三角形相似 要根據哪一個性質 我們看第一小題 第一小題他問說 三角形ABC 跟哪個三角形相似 好 那你要弄成相似的話 你最好把它這個 每一邊的筆弄成簡單整數筆 那這個的話 我們把它給什麼 除以1.5的話 這是2 2 3 所以這個三角形的話 它是2 2 3的那個三角形 它給出三個邊 所以你就找那個SS相似 它有給出三邊的是哪一個 是這一個 這剛好是2 2 3 跟這2 2 3 2 2 2 3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是三角形多少 如果AEC的話 是那個2 1 那些2 1的話 是X V W 或是W V X 也可以 三角形 W V X 相似 那根據什麼 SSS的性質 那根據說 那根據說 第二小題 第二小題 它是問說 三角形DF 三角形DF 它跟哪個三角形相似 它給出哪兩個角 所以是AA性質 或AA性質 這90 40 所以這應該多少 應該的話 應該是80 80 還是50 這90 這兩個 加起來應該是90 這是50 50度 那我們看看那個角度 有沒有跟它一樣 這個不是 這個也不是 然後哪一個 這一個 50 40 所以這應該是90 第五個的話 這畫得不好 這應該是90度 50度 40度 所以這是90 所以這是AA性質 跟什麼 跟三角形多少 這個是DF D是直角 D E F 所以的話 直角 往似十度 NOM 這是AA性質 AA性質 好 那再來我們看看 這個 第三小題 第三小題 它是問 三角形PQR 跟哪個三角形相似 PQR是這個三角形 這個三角形 它給出兩邊一夾角 所以你要找那個S SAS 那邊長比是4比3 我們看 我們看50度的 那個角角是5度 50度的 是這個 4比3 這個我把它處1.5看看 處1.5的話 這個多少 這是3 處1.5 這是4 所以這也是4比3 這個比這個 這個 那個簡單比是4比 這個比這個 會等於這個比這個 所以呢 這兩個三角形是相似的 所以PQR 相似於三角形 現在哪個三角形 TUS TUS 這個邊 對到這個邊 三角形 TUS 根據什麼 根據SAS SAS